就是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 在接受印度電視台的頻道專訪的時候 在這個專訪當中 那是針對台灣跟印度 之前簽了一個工作備忘錄 然後就是俄乌戰爭、尾巴戰爭、 台海情勢等等發表意見 但是中國不開心了 中國駐印度使館發表聲明 他說此舉嚴重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我發現這次選舉完之後朗東 中國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國民黨選贏了 國民黨選贏了就表示說 我們接下來就是兩岸一家親 我們這個兩岸都是中國人 感覺上是 中國好像因為這一次的選舉 雖然我們還是賴清德就是民進黨執政 但是因為立法院現在是國民黨佔了多數之後 他們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 好像台灣人民告訴了全世界說 現在中國又可以對台灣指指點點 而且講話更大聲 更可以親門踏戶 是這樣嗎 對啊這件事情在2019年也發生嘛 2018年的時候 韓劉當道韓國人黨選高雄市長之後 中國馬上就得意忘形啊 到2019年1月2號的時候 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 就去講說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接下來的話 韓國不就去香港中聯辦要去賣蔬果嗎 要去賣菜嗎 對對對 這就是中國那邊 他只要一看到藍營的人 他就要趁勝追擊 所以你票投給國民黨 雖然他表面上都不會要求說 啊你不要磨紅我還幹嘛 但你看中國的反應就知道 你看國民黨就是支持中國 中國也會因為國民黨選了變好了之後 對台灣態度就是越來越步步行逼 印度的這個新聞 你看在畫面上面也看到是說 在吳釗蟹後面有非常大的中華民國國旗 也就是韓粉也最喜歡的中華民國國旗 韓粉都可以拿國旗 每到國旗的時候 國民黨就會說 你不來中華民國 你國旗怎麼不見 事實上都在 而且在直升階段有很大的一面 那現在韓粉要出來挺吳釗蟹啊 對啊 國民黨要挺吳釗蟹啊 印度新聞 他沒有要求說 我們要把國旗撤掉 那就是對我們國家的尊重嘛 也就表示說 他也有一定的這個政治意識 知道是說 應該要讓台灣的這個主權主體性要提升 這個是對台印有好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跡象 中國就不高興啦 中國駐印度的這個使館說 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完全不可以接受 因為中國呢 他這幾年來得罪非常多國家啦 菲律賓啊 越南啊 然後印度啊 就得罪全世界啦 朋友所剩不多啊 他整個他周遭從海權到他陸權 都有很多邊界爭議 給他蠶食精存 那這些國家 有些跟台灣關係 原本沒有那麼近的 因為中國的關係陸陸續續的 跟台灣的關係就越來越好了 MINGDOTA MINGDOTA MINGDOTA